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长想一二 不思八九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歌手朴树曾在《平凡之路》中唱到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是唯一的答案 人生就像一首诗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往往读不懂它 总要到了一定的年龄 才能恍然醒悟许多东西 明白活着的意义 事态虽然炎凉 但我们终究要和这个世界和解 读懂下面这四首诗 或许就能解开你心中的疑惑 长想一二 不思八九 别子才思令 宋 方月 不如意识长八九 可语语人无二三 自识精门子才谱 梦吃铁马 战成难 生活中不如人意的事 时有八九 而可以同旁人讲的实践中 也无二三 诗人深夜感叹 自我安慰 唯有在梦中 才能抛开世俗枷锁 仿佛于城南铁马奔驰 尽情驰骋驰骋 有时候我们对于生活的期待太高 希望与爱人相守到老 希望与朋友对酒当歌 希望与儿女长久相伴 但期望越高 失望就越大 站在人生的道路中央 回望半生 曾经相爱的人 变成了朱砂痣 曾经相知的朋友 不再联系 就连最亲的儿女 都已渐行渐远 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这一辈子 无论痛苦 甜蜜 欢乐 忧伤 都将变成一些 五味杂陈的故事 最后就这样 消失在无形的岁月里 世界一直都在变 不变的是 从前期待的心 能够承担失望的后果 能够面对残酷的现实 常念二三好事 看淡八九糟心事 正如林清玄所说 我们生命里不如意的事情 占了绝大部分 因此活着的本身 就是痛苦的 但是扣除了八九成的不如意 至少还有一二成如意的 快乐的 欣慰的事情 我们如果要过快乐人生 就要常常想那一二成好事 这样就会感到庆幸 懂得珍惜 不致被八九的不如意 所打倒了 人生已过半 原深原浅 终要学会看淡 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留不住 唯有用心过好以后的生活 乐观面对人生的难题 才是无备之幸事 离合聚散乃是常态 临江仙 宋前幕妇 宋 苏氏 一别都门三改火 天涯踏进红尘 依然一笑做春温 无波争古景 有节是秋云 惆怅孤凡连夜发 宋行淡月微云 尊钱不用翠眉嫔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人生在世 就如同住旅馆一般 你我都是一位旅人 当时苏氏与友人 久别重逢 短暂相聚后 又要各奔东西 在有人离开之前 他写下这首送别诗 以为友谊 人这一生 总要面临诸多 离合聚散 相遇是离开的倒计时 但离开 也是为了更好的遇见 没有谁能一直 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也因着能够再次遇见 人生中也多了许多 美好的等待 《红楼梦》里曾说 千里搭长篷 没有不散的宴席 谁守一辈子呢 不过三年五载 个人干个人的去了 那时 谁还管谁呢 是啊 我们总是要走自己的路 这一路上 可能会和朋友短暂相遇 拥有片刻 欢快的时光 可我们终究 还是要踏上旅途 过自己的人生 我们都是人生路上的旅人 别人是我们的过客 我们亦是别人的过客 无需纠结 离合聚散 也不可求永远的同伴 只希望在相遇的时候 能够尽情陪伴 给彼此带来欢声笑语 哪怕再次上路 也有美好的回响 接受人性 不必感伤 提长安壁主人 唐 张卫 世人结交虚黄金 黄金不多 交不深 纵令然诺 再相许 终是悠悠 行路心 世俗的人 相互结交 需要以黄金为纽带 黄金用的不多 交情自然不深 中唐以后 社会腐败 诗人自视高洁 却屡遭挫折 对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深有感悟 人性本是趋异避害的 这是人类的本性和本能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有人说 你用谎言 试探谎言 得到的只能是谎言 同样的 用金钱试探感情 得到的也只能是虚伪的友谊 面对那些需要黄金才能结交的朋友 我们不必过多计较 知道了所托非良人 就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 此时选择默默退出 不必感伤 更不必纠结 正所谓 有不再多 贵在风与同行 情不论久 重在 有求必应 好的朋友 就像春天里的风 可以让枯木发芽土绿 就像夏天的雨 可以滋润你干枯的心灵 真正的朋友 不需要天天联系 当你不开心时 他能第一个站出来 给你送安慰 当你处在人生困境 愿意陪你干苦与共的人 看清虚假友谊 珍惜真心朋友 不为人性感伤 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人生不易 且行且珍惜 西江月 世事短如春梦 送 诸国如 世事短如春梦 人情薄似秋云 不需计较苦劳心 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 旷逢一朵花心 片时欢笑且相亲 明日殷勤未定 世事短暂 如春梦一般转眼即逝 人情淡薄 就如秋天朗空上的薄云 不要计较自己的辛勤劳苦 万事本来已经在命中注定的 诗人说 幸好遇到三杯好酒 恰逢一朵鲜花盛开 那就享受这片刻的欢愉吧 生而为人 我们总要经历人情冷暖 面对时过境迁 凡事看淡一点 头顶就有一片蓝天 浴室想开一些 脚下就是诗和远方 快乐的真谛 就是要懂得珍惜 学会自度 方能渐行渐远 生命最害怕等待 时光匆匆一晃就没 多少来日方长 最后都以后会无期为终 趁一切都还来得及 去想去的地方 去说刻骨的爱意 去见梦里的人 指缝很宽 时间太瘦 岁月太匆匆 有时间的时候 尽兴享受余生 谁都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来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珍惜当下的时光 不再给自己留下遗憾 愿你的余生 想做的事都如意 相爱的人在身边 拥有的好好珍惜 得不到的都释怀 珍惜每一刻的时光 人生苦短 不负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 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